我只有寄送一个竹马 寄送却有两颗青梅 酸甜的那颗是秦燕 苦涩的是我 秦燕和太子一见钟情定终身 寄送赌气取我 我答应了 毕竟 我腹中的孩儿需要一个家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儿哦 正文现在开始 春雪出荣 秦燕跑马骑射去了 寄送纵容她的每一次冒险 也自甘充当侍卫 为她保驾 以往 我都无所事事地待在原地 等她们进行归来 这次倒有所不同 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女儿 四处走走看探 这是桃桃第一次到山上玩 紫葡萄式的眼珠子 睁得大大的 一眨不眨地盯着只鸭上的麻雀 利剑破空飞来 我急忙躲开 桃桃以为我在和她玩转圈圈 咯咯笑着 小手小脚也欢快地扑腾 我向下瞥了眼 白羽剑斜插入地 贯穿麻雀胖乎的身子 秦燕坐在高头大马上 慢悠悠过来 吓到了吧 真是抱歉 秦小姐自诩剑术过人 却连剑把都瞄不准 她要射的 哪是无辜的麻雀 若非躲闪及时 桃桃会目睹何种惨象 秦燕一脸无所谓 跳下马摸了摸马头 故作惊讶地上下打烊我 当了娘果然不同 软包子都敢顶嘴了 她拍拍掌 向我张开手 把孩子给我抱抱 我抱着桃桃转身离开 寄送迎面池来 利落下马 手里捏着一大一小两个花环 小的 自是给桃桃的 大的 绝不是给我的 小季大人 你家娘子也太小气了 抱抱孩子都不许 秦燕随意将卷在手里的马鞭 丢给寄送 自然而然拿走大的花环 戴在头上 她点起脚凑近她 用她的眼睛当镜子 调整花环的位置 寄送莫名其妙看了看我 后退一步 拉开和她的距离 林轩侧命在即 你和殿下的婚事也近了 秦燕四十没听懂她委婉的提醒 一派天真的接话 是啊 所以我才想抱抱我们小季大人的宝贝疙瘩 就当提前练手 寄送朝我点头 示意我把桃桃交给秦燕 正如我不信寄送会长眼睛 我也同样不信秦燕会存好心 两年前就是在此处 她非要我其他的猎马 寄送也搭枪 让我不要总是微微缩缩 该学着勇敢些 他们喋喋不休 仿佛我不骑马 我这人就有多不堪 我这辈子就会因此烂掉 听得我心烦意乱 为了耳根清静 所幸如他们所愿 坐上那匹昂贵的突厥马 预料之内 骏马发狂 带着我横冲直撞 我没有倚仗 只能吃苦头 可我女儿有娘 她不能受委屈 秦小姐若想练手 大可回家抱枕头 阿远你看你 不就是抱抱孩子吗 秦燕说 你这个当娘的要是不愿意 我还能逼你不成 她解下腰间玉佩 要塞给桃桃 我侧身一臂 她的手落空 秦燕挑挑眉 将玉佩丢给祭宋 算是定亲信物 你女儿长大便给我做儿媳 她接住东西 笑问 不和殿下商量商量 秦燕笑得甜蜜 她凡事都听我的 二人谈笑之间 那张金桂绝伦的面旁 忽而浮现脑海 我不禁端向桃桃的脸蛋 幸好 长得像我 府一回到祭府 我爹的信就到了 不用看也知 定是指责我愚钝不知趣 没能讨秦燕的欢心 我爹做了秦府十多年的门客 对秦府的大小主子 都是捧着哄着 一家支掌都府邸做小 我这个为人子女的 哪能有抬头挺凶的份 但凡 我有不如秦燕意的地方 他不光亲自收拾我出气 事后还会向我爹告状 哪怕我已经嫁人 秦燕也改不了这个毛病 哪怕我爹已经攀上 秦府这棵大树 他也拔不掉骨子里的弄性 况且 大王即将被册封为皇太子 秦燕就是太子妃 是未来的皇后 我爹更要巴结他 对着我 他可就大耍微风 信上说 弟弟要进太学读书 我爹直言 弟弟的前程 便是我往后在秦府的底气 要我多上心 光凭他那靠着 寄送讨来的七品末流官位 他们连太学的门都摸不着 说白了 要我去求寄送帮忙 他们要脸吗 我娘上午咽气 他下午就满面红光的 拥着女人回家 说她是我继母 说她肚子里的是我弟弟 花着我娘的嫁妆 养着别的女人孩子 拿我当牲口使 我把信纸钻成团 丢进火盆 火舌呼得窜高 要去够火盆 嘴里唧里呱啦的叫 我抱紧他坐在火盆边 哄着说只能看 不能摸 陶陶能听懂我的话 一下就把小手搜回胸前 老实芭蕭地望着火苗流口水 没一会儿 他便犯起困 刚把这小人哄睡放在床上 嬷嬷突然进屋将他抱走 我正要追出去 寄送不知从哪冒出来 扛起我丢进帐中 他压得我喘不过气 吻着我并边说 陶陶都有五个月大 你的身子总该恢复好了吧 在我贫瘠的岁月里 寄送曾经长久地 占据过我的少女心事 初见时 我躲在秦府外的小巷里哭 小少年环抱一柄银翘短剑 神气十足地抬抬下巴 哭有何用 是谁欺负你 我替你报仇 我性情木认 常年活在各种责骂声里 不懂如何与人来往 面对寄送的好意 我不知所措 只好继续埋头脱哭 他自讨没趣 跺跺脚就走了 此后我时常在小巷里遇见他 他次次都能撞见我最狼狈的模样 也次次问我 究竟是谁在欺负我 我以为他真能替我做主 便将秦燕说了出去 不等我详述原委 寄送就去秦府替我报仇 我小跑着跟在他身后 满心都在祈求上仓 让他家中正好去一个侍女 只要他能带我离开秦府 我可以当牛做马报答他 寄送找到秦燕 怒冲冲拔出短剑 然后和他不打不相识 两人们当互对 经历相似 一见如故 从秦燕口中 秦燕看不惯 便用藤条戳我手心 帮我继母教导我 寄送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他在审视我 不是的 我慌忙解释 今天是我娘继日 不该穿颜色新衣 秦燕率先开口反问 那你不早说 我说过 可他仍要替天行道 寄送了然地点点头 说此事只是误会一场 要秦燕和我握手言和 我真傻 只因他眼里对我的疑虑就此消散 便对他心生好感 甚至 任由着朦胧的感觉在 往后的日子里 衍生出错误的情谊 寄送成了秦府的常客 我被迫成了 他和秦燕的跟班 两人都是活泼爱闹的性子 时常带领一帮公子小姐 四处捣乱 翻墙却是一道难关 他们骑在墙头 死活不敢往下跳 寄送就在墙下张开手 一个个接住 轮到我跳 他收回手 环抱双臂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在此之前 我想他也许会向我张开手 幸好 只有一点点期待 破碎了也不会扎伤我 我手爬住墙顶 脚缓慢踩着墙面 再往下跳 等我落地 寄送早就追着同伴 嬉笑打闹去了 年岁见长 各奔东西 唯有秦燕和寄送 亲密如初 18岁的少年郎 音挺俊美 15岁的姑娘艳丽张扬 是外人眼里 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是金童玉女的丫鬟 只敢悄悄瞧一眼 那挺拔的背影 寄送忽然转身 将偷看她的我 打个正招 你一定要这般拉她 她猝着眉 上下打量我 小姑娘都爱美 你怎么每回都灰头土脸 打扮得跟小丝一样 可我不就是他们的小丝吗 隔日 寄送派人送来一大箱 衣裙首饰 腌脂水粉 我明白 秦燕将我带在身边的用意 无法反抗现在的日子 我就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 哪怕寄送日日都送 我仍是素面朝天 衣着简洁 但会在并边别躲小花 她抽出我发间的梨花之折断 目露轻蔑 目蓝园 你真让人扫兴 自此 秦燕不再送我东西 那段时间 秦燕看我格外不顺眼 动不动就拿藤条戳我 脸都关免堂皇的借口都不找 阿宋最近很关心你 你说她甚至喜欢你 我低头不渝 心里难免泛起波澜 秦燕的酸言酸语 更是助长我不切实际的幻想 阿宋这两天都在贵祠堂 她说 她拒不接受父母挑选的未婚妻 执意要娶你过门 再见到秦燕 即便她极力掩藏 我也能看出她腿脚的确不太利索 忽然间 她身形一晃 我上前搀扶她 秦燕没有推开我 反倒就着我的胳膊站稳 秦燕在一旁发出些嘲弄的笑声 她也依旧紧抓住我的手臂 我想 或许秦燕真的喜欢我 脑子一热 我提笔写信 诉说我对她多年以来的心意 这封信原本是要烧掉的 可我临时被继母喊走 再回屋 信不见了 她出现在秦燕手里 秦燕从她手臂边上探头去看 两人挨得尽急了 煞是轻腻 秦宋慢条思理地折好信纸 放回信封 傲气凛然地问 你凭什么喜欢我 秦燕玩笑似地重复她的话 对呀 你凭什么喜欢我们天上地下 绝无仅有的寄家阿颂 秦宋瞪她一眼 她昂起头 娇称地顶她一句 再看就把阿颂眼珠子挖掉 秦燕上手要抢那封信 她举高手 她蹦跳着去够 他们旁若无人地打闹 我和我满指的情思 是他们打情骂俏的玩物 比起相信秦燕似是而非的误导 还是自作多情更蠢 就在那一刻 我懵懂得少女生涯结束了 我终于认清 我和秦宋才不是我自封的青梅竹马 我是她和秦燕的丫鬟 秦宋把朱差尔当塞我手里 我转头就交还秦燕 秦宋要我跟她去上缘灯节 我转告秦燕时间地点 木兰元 你一次比一次扫兴 少年的斥责重新回荡在耳边 我一时有些愣神 秦宋趁机扯开我护在胸前的胳膊 单手握住我的双腕 举过头顶压紧 少拿鬼水骗我 你半月前就已来过 他结我一群 一女整过你的脉 可以了 我挣扎不停 你等桃桃断奶后再来 秦宋俯身 傅在耳边不满地问 女儿碰的 夫君碰不得 门外呼得响起洪亮的哭提声 桃桃出生后就有我亲自待 夜里没离过我 嬷嬷哄不住她 只能抱回来 索性秦宋对桃桃疼爱有加 立即歇了心思 我抱着桃桃哄睡 她在床边坐了会儿便离开 小人睡得香甜 我却辗转反侧 还能拖多久呢 新婚夜我灌醉秦宋糊弄过关 可她一醒就动手动脚 我冷脸推拒 谎称她昨夜对着我喊秦宴 以此败坏她的兴致 秦宋嘲讽一笑 之后整个月都没踏进我房里 等她再回来 便是大夫诊出我有了一月身孕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月 我买通了大夫替我遮掩 运气季宋不敢动我 可桃桃越来越大 她隔三差五就来这一出 我还能躲多久 我说服自己接受季宋 可她之后几天都忙于正午 无暇顾及那事 等她忙完 就到了秦府寿宴的日子 未来老丈人祝寿 太子殿下当然会出席 我不能见她 我还是在府里带桃桃吧 我本就不爱随季宋赴宴 她不做多想 只当我又在怯场 以往有身孕当借口 眼下我说什么她都不听 从我怀里接过桃桃 季宋将她高高举起 一边逗她玩 一边说 你这胆小鬼 总想藏着掖着过一辈子 我女儿可不能学你唯唯诺诺 是吗 阿爹的小桃桃 桃桃尿她一声 到了秦府 我爹朝季宋好一顿点头哈腰 他曾说 最是厌恶我娘家 一脉相承的浪言必戏 桃桃是他妻家的女儿 万不能染上卑贱习性 我爹要和我去旁边说话 季宋二话不说 就从我手上抱走还秃秃子 满脸不耐烦的 让我尽早回来 直至季宋走得不见人影 我爹才收起讨好的笑 历声质问 我对弟弟的学业 到底上没上心 就他那鸟屎大小的脑子 狗上太学都能比他学得好 怎这般粗鄙 他左右环顾 你是高门妇人 切记谨言慎行 督促过我 他说回正题 非逼着我去求季宋 我对他爱搭不理 他一有所指 你如今能过上 一来伸手的好日子 别忘了是脱谁的福 我若被进猪笼 你除了炮杖的尸身 还能捞到什么 我一个人 做不到瞒天过海 他们眼馋技嘉的全是富贵 当然要帮我掩盖 淘淘的绅士 威胁我 省省吧 小心你那好儿子 不光没脑子读书 恐怕连下半身都保不住 到时你就断子绝孙了 他指着鼻子骂我不笑不涕 我一掌推开他就走 刚转进假山 便撞入一个怀抱 悬色锦袍 透出清浅冷烈的熏香气息 这香味 好熟悉 我赶紧退后 抬头看清来人长相 赔罪的话 耿在猴头不上不下 他似乎没认出我 目不斜视地离开 贵人是盲 那段荒唐往事被他遗忘 对我再好不过 可我开心不起来 我和他只见过两回 第一回 发狂的猎马乱冲乱撞 将我带去山顶的一片宽阔草地 硕大通红的夕阳悬在前方 里面忽然跑进了人影 我高声求救 他立即向我而来 长边阴阳缠住码头 眨眼间 坐下马鞍沉了沉 我背后多出个人 癫狂的大马顿时温顺听话 他调转码头挥边急迟 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我回头望 一群背负弓箭 腰胯大刀的人远远拉在后面 马停在树林 我垫成浆火的脑子还没晕过 人就被他放在地上 今夜有雨 多捡干树枝 他就下一颗红果子给我 若有余力 再摘些这种果子 他环视周围 目光锐利 然后告诉我 只能在摆布内活动 他自己则往林子深处去 夕阳烧的火红 燃透半边天 不像有雨的样子 可他坚定的语气和眼神里 自有一种让人信服的沉稳 我不知不觉 就折服于他不怒自威的气势 我解下腰带捆树枝 又脱了裙子都也过 等他左手提着五六只野兔山鸡 右手握着大把草药回来时 我右肩一大包 左肩一大捆 发肌里插满长短不一的树枝 直端还戳着红果子 隐晦的笑意在他眼里一闪而过 亏他笑得出来 紧赶慢赶 我们在天黑之前 进了山洞躲避追杀 我才拆下满头的粮草 炸雷便想撤天地间 大雨霹里啪啦落下 你会看天象 好厉害 我由衷佩服 他只淡然回了生嫩 然后便提着兔子 去洞口开趟破肚 树枝有限 火堆燃完也不能再点 我们并排靠坐在洞壁前 雨声越来越嘈杂 风越来越冷 我们也挨得越来越近 直到一条胳膊贴上另一条 近无可近 我抱着你 他一副公式公办的语气 嗓音比这个雨夜还要寒凉 偏生这句毫无预色的询问 让我红了脸 我轻声回了个好 他将我放在他腿上 我们面对面 闪电照彻山洞 一刹那四目相对 我望了别开眼 他也望着我 脸上虽看不出喜怒 深邃的目光 却如深不见底的寂静潭水 既令人生畏 又引人遐想 电光转瞬即逝 洞内重归黑暗 雨声盖过交错的心跳 我们仿佛置身于混沌之中 融成了迷蒙的一整团 只有一寻彼此鼻端呼出的热气 才能辨别出丝毫声的迹象 光亮扑闪 山洞忽明忽暗 发颤的唇半融会又分离 直到我气喘吁吁地趴在他肩头 也不能记起 究竟是谁先主动靠近 我也惊讶 我竟和一个陌生男子相拥亲吻 头顶那道嗓音听似平静 但也一出点滴艳足和慵懒 你是哪家的姑娘 想来唤起我残存的理智 她气派非凡 比我见过的任何公子小姐都要贵气 出身肯定高不可攀 我没有本钱和这些大人物纠缠 便信口胡周 说了个绝对找不到我的地方 等下了山 我便去你家提亲 我一愣 心想她怎会这么冲动 劝道 你再考虑 嗯 我们在山洞里度过一天两夜 这场以你的奇遇 被我终结在第三日一早 雨停了 她的亲信来接她下山 原来她是带王李泽怡 有惊天伟帝之才 功继赫赫 是陛下最出色的儿子 远胜过指战敌长的太子 惊中都夸她端速沉稳 沉稳严肃倒是可见一般 至于端方克制 言过其实 也就面上像个正人君子罢了 她格外忙碌 积压两天的正事 急待定夺 下山途中也不得闲 我们同城一马 我被她圈在身前 听她和下属商讨完这个 又分析起那个 一到山脚 我说我都听累了 想下马走走 恰好她下属也有机密要禀报 趁他们不备 我溜之大吉 再见到她 是小半年之后的公宴 秦厌冠会 做些表面功夫 哪怕背地里一如既往磕待我 人前也能笑眯眯地揽着我 还要带我去宫里玩 这场宴会 是为带王出征辽东践行 我不想去 秦厌当众落泪 委屈地问我 是不是还在为山上的事责怪她 她取下佩戴多年的玉佩 记在我腰间 呜呜呜呜地求我原谅她 我爹一个劲实眼色 让我别给脸不要脸 寄送替秦厌开脱 说她也不是故意要害我 秦厌爹娘更是慈眉善目地盯着我 我被他们架在火上烤 只能硬着头皮进攻 幸好我不是真的丫鬟 不用跪在秦厌的检案后伺候 我隐没在大殿外 李泽一重心拱跃时地过来 疏然停步 视线隔着人群投向我这边 我转头就跑 慌不择路 皇宫好大 天都快黑了 我还没找到回去的方向 一只滚烫的手突然捉住我的手腕 接着便是呼吸微微急促的胸膛 李泽一抱得很紧 大有不把我憋死 就不罢休的架势 我做起无谓的挣扎 他身体的变化 当时让我僵在原地 一动不敢动 李泽一松开我 面色潮红 并发汗湿 轻身和我直视 目光失控 沉静不在 引有可怜之态 四在向我求助 可眼底浓重的战友意图 却明晃晃地朝我袭来 太子下药 准备告发我 会乱恭维 帮我 我原本只是替他放风 可药性霸道 李泽一独目难知 他拉我做解药 沙杖落下 他又强忍着撑起身 告诉我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侵占和犹豫 交替出现在他神色里 我被这副模样的男人蛊惑了 理智全无 勾住他的脖梗 说我愿意 陛下传照 他身边的小太监找来 李泽一离开前 再三叮嘱我不要偷跑 老是等他回来接我 还让小太监看住我 我就改名唤醒 离开京城 独自把孩子抚养长大 可当桃桃来到腹中 我又开始犯难 我已经活得够窝囊了 难道还要孩子和我一样 终日卫生计发愁 抛却尊严 只为讨两口搜饭吃 如果他一出生 就能拥有旁人梦寐以求 毕生难以企及的破天富贵呢 所以当祭宋赌气说要娶我时 我立马点头 带王人虽不在 并亲的排场可不小 足见对秦彦的重视 记家担心 祭宋和他不清不楚的情谊 会招致待王不满 为批清关系 他们在半个月内仓促引我过门 谎称我和祭宋青梅竹马 早就护许终身 祭宋也配合这套假话 出门在外便和我装恩爱 私底下依旧瞧不起我 他单手抱着孩子 转动波浪鼓斗他 见我回来 怜起宠溺的笑 板着脸问 你爹又要什么 我爹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旦不能说动我 他便带着我继母 在祭宋散职的路上去堵人 最终 他得到想要的 而祭宋的臭脸由我承受 一次两次 祭宋不堪其扰 让我有求就直说 不必使唤娘家人折磨他 不是第一次求他帮衬了 可我还是很难堪 目光不受控地飘忽 结结巴巴说出路太学一事 指甲都掐尽手心 零料又让他不必费心 随便找个借口搪塞就行 反正我那弟弟也不是读书的料 祭宋不耐烦的叹生气 小事而已 何至于做出谨小慎微之态 目兰元 你是我的正妻 是陶陶的母亲 到底要何时才能改掉身上的小家子气 我常鄙夷我爹奴性入骨 可我又何尝不是穷酸成性 过惯了匮乏的日子 总觉着自己配不上好东西 也不敢随便提要求 况且 祭宋不是和颜悦色的人 我就更不敢张口了 抱歉 我会努力改好 不给祭府丢脸 他疲惫的闭闭眼 在睁开时 投向我的目光些许无奈 目兰元 过来 祭宋一手抱着桃桃 另一手将我按进他怀里 泄愤似的 在我额脚印上一记重重的吻 我是你丈夫 你为何总这么生犯 他低头要来亲我 娇柔含笑的女生想起 殿下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在太子身边 秦燕藏起他的尖牙 柔情似水 亮晶晶的眸子 肃尽仰慕 也露出讨好的意味 如此乖巧家人 倒显得不苟言笑的太子 愈发冷肃威严 他朝祭宋微微汗手 一言不发地离开 不曾看过我半眼 我暗自松了口气 心间却不禁冒出些酸涩 秦燕留了下来 带太子走远 才来到祭宋跟前 泪光闪闪 阿宋 你还在和我赌气 可我就快嫁给殿下了 你也早些放下 好不好 我一听 这是要续旧情的意思 赶紧抱回桃桃去旁边 免得打扰他们 祭宋一把搂住我 也是 我这一走 谁给他们孤男寡女遮掩 尤其是祭宋这次 压根不顾及秦燕的太子妃身份 他一时雨色 又娇又凶地撑他 祭宋拧着眉心看了看我 很是不满 他是嫌我碍事了 可他力气大的 都快把我肩头捏碎 我也走不掉啊 秦燕回头张望 拽着我的胳膊 将搂着我的祭宋带去隐蔽处 他突然将他抵在假山前 双手捧着他的脸压低 点起脚用力吻他 我捂住桃桃的眼 连忙转身 桃桃的大眼睛特别好看 千万不能长真眼 他们结束得很快 秦燕跑着离开 满目挑衅的回眸 祭宋阴沉的脸走到我面前 咬牙切齿 你就这么看着 我愣愣回答 我没看 他一副气笑了的模样 撂下拘木兰园 你就是个蠢货 便甩袖离开 没两步又折回来抱走桃桃 顺便恶狠狠刮我一眼 行吧 心上人令驾 他肯定不好受 胡发脾气也正常 我忍就是了 席间 祭宋对桃桃虚导个不停 竟说先让他长大以后 不要学我做笨蛋的话 秦燕他爹有请 小思引他出去 入夜 秦府要打铁花 祭宋一走 我带着桃桃去湖边站的好位置 竟撞见独自出来透气的太子 原想悄悄绕过他 乃至他背后也长了眼睛 我们之前认识 他失忆了 我不禁想问他是否在战场上受了伤 幸好及时忍住 直到不曾认识 李泽也了然点头 直指胡心亭 示意我跟他一道过去看打铁花 他不急不缓地问着桃桃的事 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诸如是男是女 如今几个月大 胃口如何 仿佛只是打发路上的闲功夫 才会说这些 也仿佛只是出于君臣之意 御尊降贵 问候陈属家眷 胡编宾客多了起来 秦大人夫妇也在簇拥下现身 都是朝着太子所在而来 我正要退去一边 李泽一忽然开口 这孩子长得很像他父亲 这话 他是看着我说的 目光平静深沉 捉摸不透其中含义 我没有来得感到慌张 僵硬低点点头 就这么一会儿 身后就占了乌泱泱的人 都是些位高权重的大官 极其倾卷 极有几不出去 只能被迫跟在李泽一身旁 听大臣们和他商讨国家大事 无论是流落野外 还是身居高位 他做什么都一派游刃有余的模样 于是乎 李泽一的沉着镇静 就显得胡心亭里的动静 愈发不堪入耳 众人脚步步约而同停住 大风乍起 撩开亭边青纱 寄送和秦燕赤身露体 忘情纠缠 两人被发现时 看起来都很快活 一点被强迫的迹象都没有 他们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被陷害的 无人相信 秦 继两家 一个交了兵权 一个让了向权 这才看看保住儿女 压下风声 秦家对外宣称 秦燕疾病身亡 和太子的婚约便不了了之 寄送辞去官职 早上听父亲训斥 中午被母亲抱着哭 下午跪祠堂 黄昏时分 我去祠堂接他 向来不可一世的人 一看见我就红了眼眶 摇摇晃晃走来 我上前扶他 他顺势抱住我 玉与泪先流 我拍拍他的背 柔声细语 我知道 你中了致幻的药 寄送小声啜气 怀抱越收越紧 阿元 我带秦燕从无男女之情 不会和他做那种事 我信你 谈不上信与不信 他是情男子今 还是被人陷害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 秦家的名声 究竟沦落到哪般地步 秦家的门眉 还能支撑到陶陶长大吗 秦家的家底 还够不够让陶陶 无忧无虑地长大 满腹忧思 无处诉说 偏偏我爹还要来添乱 他儿子断根了 夜里和人抢花魁 隔日就被捣乱下半身 大夫们束手无策 他想让季宋帮忙请太医 一连数日都来求见 季府自顾不暇 哪还有心思搭理穷亲家 我让门房打发他走 季宋拿着不老虎 在床边哄陶陶 些微不自在 阿元 你可会嫌弃我无能 你是我丈夫 我怎会嫌弃你 他最近很脆弱 动不动就落泪 还不如陶陶沉得住气 哄一个是哄 哄两个也累不到哪去 我擦去他的眼泪 将他的脑袋 按在我怀里揉了揉 陶陶正把不老虎往嘴里塞 我腾出一只手 拿走他的玩具 他小嘴一撇就开哭 我扯开圈在我腰身的胳膊 好去把孩子抱起来哄 可季宋立马又圈住我 从我怀里抬起头 委屈巴巴地望着我 陶陶也哭得眼泪汪汪 可怜极了 我只好一手抱起孩子 另一手给季宋抹泪 好在季宋逐渐振作精神 恢复往日神采 他要带我和陶陶出京 游历山水 出发前日 秦府领着秦燕上门 他怀孕了 同病相连 最能催生疼惜 何况季宋对秦燕 本就非比寻常 都不用开口 他只需勤满泪水望着他 他就会心软 哪怕秦燕不慎弄丢 陪伴季宋多年的短见 他无声的眼泪 便能让他缴械投降 再不追究他的过错 反倒耐着性子安慰他 他嘴上说 只拿秦燕当好友 当妹妹 可他对朋友和族妹 可没有对他耐心宽容 两家人商讨要事 我被请出去 季宋想让我留下 秦燕揪住他的衣袖晃了晃 轻轻喊了声阿颂 他们从小就默契无比 一个眼神便能明白彼此心意 季宋过来拍拍我的肩 格外温柔 你先回房陪陶陶 我去去就回 这一个多月 我尽心尽力扮演他的嫌妻 季宋对我也颇为依赖 比陶陶还要碾人 我以为 他好歹也要抗争一阵子 乃至他当真 去去就回 季宋垂头丧气回房 别开脸 不敢看我 你要休妻令曲 他连连摇头否认 那你打算贬我为妾 季宋默认 低下头 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若无太子抢先一步 娶秦燕的就是他 那时他们已经私订婚事 只待说与父母 而在他二人的计划里 我会是季宋的妾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 便擅自决定好我的未来 后来秦燕违背他们的约定 季宋当着他的面 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妻 兜兜转转 重回起点 可现在的季宋已无权势可言 他能给孩子的 除却钱财便是疼爱 这些年来 在我和秦燕之间 季宋总是坚定地选择他 包容他 可想而知 在陶陶和他的孩子里 季宋这个父亲会更偏心谁 与其让陶陶在日积月累的失望里 苦等父爱垂帘 不如一开始就没有父亲这个人 出现在他小小的生命 美好的幻想 远胜过惨烈的现实 况且 陶陶也不是季宋亲生的 这始终是个隐患 合离吧 不能合离 季宋近乎怒吼 幸好没下醒陶陶 我让他冷静冷静 他愈发激动 死死抱住 我不撒手 你和陶陶都不准离开我 所以我就该做妾伺候你们 陶陶作为庶女 也该和我一起逆来顺受 季宋不渝 手上的力道却松了松 我自嘲一笑 我从小就给你们当丫鬟 你们当然无所谓要我做妾 可你说过 陶陶是你女儿 不能和我一样卑躬屈膝 他底气不足地解释 阿元 我没有不在乎你 只是 只是他也深受其害 不仅丢了太子妃一位 还怀有身孕 你知道的 艳艳自幼被娇宠着长大 哪怕秦家给他 灌个远房表姑娘的名号 也不可能同意他做妾 他不能做妾 我就能 我使劲推开他 没有爹娘呵护的孩子 便是我这般下场 我绝不会让陶陶不我后尘 季宋自知理亏 抬不起头 阿元 陶陶是我们的女儿 我怎忍心伤害他 我讥笑道 原来你也知道那是伤害 他无视秦燕对我造成的痛苦 将他的残酷行径 视作理所应当 还会在秦燕打累了之后 接过他的藤条 继续训斥我 因为我出身不如他们 所以他们自认有责任 叫化一个低劣的下等人 我此刻注视他的眼神 是他不曾见过的尖锐 季宋倒退两步 面色煞白 连句无力的辩解也说不出 门外事实响起 丫鬟焦急的声音 季公子 我家小姐都夫坠疼 您快去瞧瞧吧 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冲出门去 趁季宋去安抚秦燕 我去找他爹娘说合理的事 色力内忍的公婆 头一回对我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他们不准我带走陶陶 平常对孩子也没个笑脸 这时候倒记起是季家的血脉 我面上答应把陶陶给他们 转头就去找秦燕爹娘 疼爱孩子的父母 怎会情愿自己的女儿当继母 秦燕现在怀着孩子 季家有求必应 等季宋哄好秦燕 我已经带着陶陶 住进季家的一处荒废别院 这是他们给的补偿 仅此而已 有一点是一点 我不嫌弃 我从季宋那儿唠叨的油水不少 只带处理好那些钱财 再卖了这间院子 我便带陶陶离开 别的地界没精成花销大 我攒的钱足够陶陶潇洒一辈子 我轻轻他的小脸蛋 陶陶很快就能和阿娘去过好日子了 陶陶笑弯了眼 清脆的笑声颇为悦耳 站在门口的季宋 却顶着一副惊魂未定的哭笑 他快步走来 将我和陶陶一起揽尽怀抱 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里 季宋略微哽咽 语气竟有些卑微 阿元别离开我 我默不作声 我从小就喜欢你 只喜欢你 可我那时觉着你配不上我 只于承认对你的心意 你又沉默寡言 但我不冷不热 我受不了你不理我 忍不住想欺负你 想听你求我 对不起 我太想要你关注我 季宋摸出一封陈旧的书信 献保式地展开给我看 你当年写给我的信 我一直都保存着 税嫩的字迹 倾诉着青涩的少女心事 可这信纸已经泛黄了 我接过信 泪流满面 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季宋扣住我后脑勺 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是我不好 我和季宋约定 我暂时住在这里 等秦彦平安生下孩子 他能给父母一个交代了 就带我和陶陶走 好 我等你 一送走季宋 我就把信纸钻成团 扔进池塘 晦气玩意儿 害我从14岁到18岁 都不得安生 这下睡前就不会猛锤脑袋 骂自己年少不长脑子了 陪他演戏浪费太多时间 都担个孩子吃奶了 乖 不哭了 阿娘是在给咱们 陶陶赚钱买大宅子 我们母女俩在外生活不易 季宋深感亏欠 每次到别院 都会带来一堆金银珠宝 秦燕长和他争吵 他毕竟怀着孩子 季宋不敢气他 只好咽下委屈 闷闷不乐地来找我 要死要活地说他想我 也就是他给的钱多 不然我真伺候不了 这么爱哭的人 一天傍晚 忽然下起大雨 季宋盯着我的床 两眼冒光 喉结滚动 阿元 雨势见大 我今夜就留下吧 我笑着答应 扭头就让人去寄府地消息 季宋正要占我便宜时 秦燕的丫鬟终于赶来 他说夫人身体不适 要他赶紧回府 季宋虽是内疚丢下我 回家的步伐却很果断 我撑着伞追出去 渲染玉气 可把他感动坏了 真好 又一套大宅子要到手了 隔日一早 秦燕登门 他见不得光 只能用个假身份 和季宋立定婚书 正值国丧 踩头也不能挂 婚事寡淡 丈夫也不省心 自然要拿我撒气 秦燕端的是正式气派 一来就要我这个外事 给他下跪奉茶 他不长脑子吗 我如今自由自在 巨腹傍身 不必再看他的脸色过火 怎会继续第三下四 真当我是和他抢男人的外事了 不带客 回去吧 我原就将他堵在门口 话说完就关门 秦燕直接伸手推门 力气不小 我顿时警惕 别人怀孕我不清楚 至少我怀逃逃逃时 不敢像他这样鲁莽 昨日的报酬 寄送还没给 秦燕不能在我门外出事 我约他去茶楼说话 他置若罔门 硬要往门内闯 饶事我极力避免和他推散 可架不住秦燕 自己往我身上撞 这下好了 血溅当场 他身下鼓鼓流出鲜血 左边的丫鬟惊慌尖叫 右边的去找大夫 好巧不巧 寄送现身 他火速跑来 抱起秦燕就冲进别院 险些把我撞到门板上 燕燕别怕 大夫很快就来 寄送将他放到床上 紧紧握住他的手 秦燕一个劲儿喊疼 眼泪止不住的流 两人搞得跟生理死别似的 大夫提着药箱赶来 气都不带喘的 他遗憾摇头 说是孩子保不住了 寄送身形亮腔 不愿相信 让大夫再想想办法 大夫两手一摊 直言大罗神仙来了也没辙 我不禁挑了挑眉 哪家正经大夫 会说这种刺激人的话 寄送又让秦燕的丫鬟去请大夫 接连两个都是差不多的说辞 将他打击的失魂落魄 跌坐在床边 秦燕哭着给孩子叫魂 催人肝肠欲短 寄送看向我 满眼失望 木兰元 你连七八个月都等不了 我说过多次 只等燕燕诞下孩子 我就带你离开 你为何耐不住度性 我对他 当真只是兄妹亲友 秦燕都没有借题发挥 想来只有寄送相信自己 对他绝无男女之情 我无动于衷的反应 激怒了这位痛失孩的父亲 他上前揪住我的衣襟 红着眼 立生质问 我怎能如此狠心 寄送多半不会再给钱 我没动力做戏 无所谓的说 你要是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后厨的老胡端着早扇过来 见状直呼使不得 急忙过来扯开寄送的手 寄送一愣 胡太一 他眼里燃起希望 拽着老胡去床边 老胡猛地甩开他 他都没怀孕 你要孩子该去找宋子观音 不是我这个老伙福 秦燕面色骤变 寄送不愧和他心有灵犀 一下就看出他的慌张 冷着脸转身就走 秦燕疼得从床上爬起 追着寄送说他 可以解释 哭得梨花带雨 两人背影远去 我将好奇的目光投向老胡 太一 之前在宫里干过 老胡笑咪咪的 这不是没把先帝救活吗 就被赶出宫了 我疑惑地注视他 恍然大悟 怪不得呢 胡说做的饭总有骨药味 他黑黑笑着 而后便回厨房 催促他儿子大胡 给桃桃熬米糊 我抱着桃桃 在亭中清点行李 呼听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寄送朝我们跑来 我一侧身 让他扑了个空 望着满地相拢 他惊慌失措 阿源 你要弃我而去 我懒得搭理 物字带桃桃散步看花 忧途我已写好修书 此后与秦燕再无瓜葛 寄送挡住去路 已派秦真一切 阿源 跟我回家好不好 昨日还恨不得杀我底命 今天就来求我回家 七公子真是能屈能伸 寄送还要狡辩 我抬手制止 事宜他快闭嘴 他见鬼似的打量我 阿源 你怎么了 你不是最讨厌我 唯唯诺诺吗 我满眼嫌弃 如此岂不正好和你心意 寄送以为我在吃醋之气 不耐烦地重重叹气 我要是真喜欢秦燕 早在他吉金那年就提亲了 何必拖到现在 他自觉口气不善 玄机放乱语气 倘若你介意他 我们离开京城也可 我打发他走 那你快回去收拾行李 我们现在就出发 寄送心花怒放 阿源等我 我紧快 砰的一声 大门被踹开 秦燕带着一伙人闯进来 他身后是秦 寄两家的父母 在后站着我爹一家 一众仆父和护院分裂两边 好大的阵仗 季家爹娘突然被叫过来 云里雾里 只问秦燕有何要事 他从容不迫地抬抬下巴 仆父挨个儿揭开我的香笼 落出里面的金银财宝 加莱继父一年有余 他私吞家产不计其数 秦燕轻逆地挽着继母的胳膊 要是母亲挽来一步 他可就逃之夭夭了 季家父母本就看我不顺眼 秦燕一番指责 瞬间点燃他们的怒火 季母目光毒辣 恨不得弯我的肉 季父指着我骂好丽小人 季宋将我和陶桃护在身后 那都是我送给阿元的 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而已 值得你们发火吗 季父没了宰相为父闲在家 家里也天天鸡飞狗跳 积怨已久 他一把操起门旁的条肘 使劲挥向季宋 大喊要打死不孝子 季宋接接时时挨了几下 还忍着痛 回头安慰我和陶桃 见我们娘俩躲得远远的 他呆着一瞬 秦燕出来打圆场 劝季父消消气 又把季宋拽到一旁 你倒是把他们当眼珠子护着 他们呢 他审笑两声 拍拍手 一男一女自门外走来 说我买通的大夫和稳婆 秦燕昂首挺胸 俨然是胜利者姿态 他笑嘻嘻地说 还不承认吗 你的乖女儿 根本就不是季家的种 此话一出 犹如平地惊雷 季宋激动地抓住秦燕的手腕 你这是何意 说清楚 我爹哭丧着脸 普通跪在他跟前 咚咚磕头求他赎罪 秦燕圈住季宋的胳膊 娇生娇鱼 穆叔被蒙在鼓里 婚礼前夕 才发现他婚前失身 怀了肩夫的孩子 穆叔远想找你坦白 可他竟拿全家人的性命 威胁穆叔 他也是被逼无奈 阿宋就别怪他了 他一说完 我爹恨恨瞪住我 大骂我蛇蝎毒父 说我平日里欺负娘家人也就算了 还找人将弟弟 打得半死不活 非要他穆家绝后不可 若无秦燕搭救 弟弟早就没命了 季宋定在原地 直直注视我 仿佛周遭的所有动静 都与他无关 他声音发颤 阿源 我要听你说 陶陶是不是我的女儿 我假模假样的摇头叹气 哎 怎么不是呢 他扭头看向众人 边哭边笑 阿源就是在和我志气 才故意那样说 陶陶就是我的女儿 人正站了一堆 季宋还在自欺欺人 季父暴跳如雷 抬脚猛踹他胸口 季宋狼狈地爬起来 摇着我的双肩 阿源 你告诉他们 你说陶陶是我们的女儿 她是 季母被这眉骨气的儿子气狠了 痛苦地捂住心口 两眼一闭 倒在匍匐怀里 季宋连亲娘都不顾了 一个劲儿要我告诉在场所有人 陶陶是谁的孩子 我如他所愿 我女儿灵力可爱 才不是你季家的血脉 季宋贪坐在地 双眸心红 勤艳悠哉悠哉走来 眼中难掩得意 你我一起长大 也算深情厚意 你晨堂后 我定会好生照顾你的宝贝女儿 她上下打量陶陶 故作为难地问 你说那些吃花酒的人 可会看不上五六岁的小丫头 我甩她两巴掌 秦艳的脸顿时红肿起来 她挥手要扇我 一条腿伸来将她踹飞 度偏不移 刚好杂重跑向她的爹娘 老胡的女儿小胡 端着陶陶的米糊站定 一点都没撒出来 季宋撑了胳膊站起来 目光沉沉 陶陶是你和谁生的 和谁生的 秦艳抹去嘴角鲜血 眼神狠得要杀人 她被又脏又臭的乞丐肩污 这才有了那个孽种 我爹激动地重复她的话 我继母接过话查 扯着嗓子向人描述 我被乞丐肩污后 是如何一扇不整 如何浑身是伤地回家 我那弟弟呢 便说我出嫁前夜夜 钻她被窝勾引她 怕是按捺不住浪荡性子 下跪求那乞丐满足我 不堪入耳 我只庆幸 陶陶听不懂人话 两只小手认真地搓着竹蜻蜓玩 竹蜻蜓不慎脱手 陶陶挥舞胳膊 朝她飞走的方向 哎呀叫了两声 将我的视线引向门外 李泽宜站在那 她弯腰捡起竹蜻蜓 吹了吹 小狐立马跪下 众人见状跪倒一大片 齐呼万岁 秦艳站着 痴痴望向她 热泪盈眶 陛下终于来找艳艳了 乞丐 煎乌 李泽宜淡淡吐出这两个词 目不斜视地路过秦艳 她将竹蜻蜓放回桃桃手里 轻轻捏了捏她握住玩具的小拳头 桃桃不抵触她 我便把孩子交到她手上 李泽宜接过桃桃 眉梢眼角尽是温絮的笑意 面向众人 她又位移凛然 朕的女儿 是孽种 秦家父母直拽秦艳裙摆 提醒她赶快跪下 她恍然不觉 难以置信的男男 陛下不是主意我吗 李泽宜制出一枚玉佩 正中秦艳膝盖 她猛地跪倒 抱着左膝拳缩成一团 疼得厉害 秦艳也要将那玉佩抓进手里 一瞬间 她忘记疼痛 默然望向我 错愕不已 那是公宴之前 她亲自给我寄上了玉佩 李泽宜找错了人 那夜她回来时 我早就溜了 唯独落下那块玉佩 她忙于战事 隔日就要开拔 只好将找人和定亲二世 吩咐给下属 他们寻着玉佩的线索找到秦府 在知晓秦府 只有一位小姐后 又在府门见到我 便顺理成章地 将我当作秦艳 直到李泽宜班师回朝 这才发现找错未婚妻 秦艳恍然大悟 难以置信当年的待王 如今的心地 对她的钟爱和看重 竟源于一场阴差阳错 后续的遭遇因此明朗 她泪流不已 哀声询问 我在胡心亭被人设计丢了清白 也是陛下的手笔 就因为找错人 要和我退婚 我何其无辜 陛下可知 你毁了我的一生 朕为何要考虑你的一生 李泽宜与生淡漠 自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她声音里的含义愈发刺骨 更何况 你哪里无辜了 秦艳一下就明白 她在暗示何事 满脸不甘心 大声怒吼 陛下不能轻心卑贱之人 宁可知 她自幼便是我的丫鬟 我呼吸一致 我的过往很不光彩 如今也没好到哪去 和英明神武的天子 着实是云泥之别 明知不该痴心妄想 可我还是忍不住紧张 也害怕她会比喻我的出身和遭遇 我不禁后退 想离她远些 李泽宜揽住我的肩 将我带去她怀里 我没站稳 双手本能地搂抱她的腰身 站稳了 也没将手放下 她都能把老胡大胡小胡 安插在我身边 自然是将我查了一清二楚 我怕个什么劲 我抬头看她 嘴角是抿不掉的笑 她却绷着一张 让人不敢造次的冷脸 戏瞧着 眉头微压 一副隐忍怒气的模样 她好像想打我 应该的 我尴尬地将视线 从她面旁挪开 我们这边眉来眼去 秦燕出声打断 要数落我的往事 拖下去 拔舌唠口 秦妇护住女儿 拿她效忠朝廷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说辞 替秦燕求情 李泽宜列举秦府犯下的罪行 一项又一项 压弯了秦妇挺直的脊梁 旁边的继父也不遑多让 他二人没少狼狈为奸 侵吞君想 注视国库 秦 继两家的人都压了下去 一个塞一个地面如死灰 唯独祭宋 透露出不合时宜的既然 临出门 她忽而回眸 看我的眼神是难以言喻的沉静 仿佛要将我吸进她黑游有的同仁 近乎诡诀 忧不乍起 我不由地贴近李泽宜 直至祭宋彻底离开视野 我才缓过进来 原本拥挤的庭院 此时宽敞许多 就跪着我爹一架 李泽宜问 想如何处置 地上的三人磕头不停 都在求我饶恕他们 饶恕 如果没有李泽宜 落在他们手里的我和陶陶 会是何种命运 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这三人方才辱骂你 就按大不尽处置吧 好 他们被拖走 我装满财宝的香笼 也被抬走 我要去拦下侍卫 李泽宜的手顺势划到 我腰间紧紧扣住 那是赃款 他说 我的私库归你 随我回宫 你先把钱还给我 我再考虑进攻 如果我为力士徒 就像对待祭宋 一般对待李泽宜 肯定一口就答应进攻 可惜我对他这个人 或多或少动了真心 因为在他身边 是我从未感受过的安定 踏实 我的人生 轻快的仿佛只需要呼吸 于我 李泽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于他 我呢 他是帝王 坐拥三宫六院 我现在还年轻 自容尚且美丽 可等我年老色衰 他对我还剩几分情义 兴许都等不到我的眼角 长出细纹 他的后宫便已住进新人 不随他进攻吧 可我又放不下 桃桃的公主之位 那可是公主 是比官家小姐 都要高贵千万倍的身份 能作为皇帝的 第一个孩子长大 他该活得多开心啊 愁长百转千回之际 马车就已抵达一处新宅 继府送我的别院 也是赃款 李泽宜虽不强迫我进攻 但也不准我离京 我得重新挑住处 车夫得了令 一遍遍路过闹鬼的凶宅 怪我 可李泽宜也有错 看不出他这么小气 我不过就是在山洞里 骗他说 我家住那处鬼宅吗 作为对他的补偿 我选在距离工程 最近的地方 他也不辜负我的 这番良苦用心 都快将此处 当成内朝了 大臣来这里一正 他也在这里批阅奏章 定夺军国大事 书房里 他躺在晃悠悠的摇椅上 手里拿着折子和珠笔 身前躺着肉球球似的陶陶 看似在聚精会神的处理正事 却总能在陶陶 要把整个倪绍往嘴里塞的时候 将他稍稍向外拔一拔 陶陶继续吹响 李泽医没把孩子给我 他说他和我一起去 他又没来 去了能顶个什么用 李泽医在我对面坐着 我动不了手 脸面滚烫 我颇敢扭泥 你出去 他倒是动身了 不过是去庄台 拿了跟我的玉白色发带 将其绑在眼前 重新坐回去 说不清是有意还是无意 李泽医的脸正正面向我 眼睛好似在 透过发带看我 我痴痴不解衣襟 怀里的小家伙撇撇嘴 委屈得哼记两声 陶陶饿饿了 我美好气的嘟囔 要你提醒 李泽医勾勾嘴角 不再作声 我侧过身 将陶陶的脑袋朝向他 借以遮挡那修人景象 可耳朵依旧不争气的发红 偷瞄一眼 他却是气定神仙 终于熬过去 我着急忙慌龙好一斤 要把孩子抱起来拍拍哪阁 我还没出生 李泽医就静止解开发带 随意放在我手边的几岸上 抱走陶陶拍背 我愣愣问他 你会吗 他一边往门外走 一边玩味的说 拿枕头练过手 我重整一斤 眼风一晃 便扫到发带 疑惑的望了望亭中的背影 拿起发带遮在眼前 白蒙蒙一片 原来什么都瞧不见 是我想如飞飞了 一放下手 我就看见李泽医抱着陶陶在门外看我 似笑飞笑 他就是故意的 脸庞好不容易凉快 这下又疼得烧红 他道跟个没事人似的 转身夺回亭中 带陶陶去树下赏了海棠 李泽医日渐融入我和陶陶的生活 却从不提回宫一事 夜里他把陶陶哄睡 我们照常换间屋子折腾 一出门 我就忍不住问他 倘若我随你回宫 你最多能给我什么位分 不是最多 他边走边说 是只有皇后之位 我停在原地 为什么 你爱陶陶 便想把世间最好的东西给他 我待你 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悄悄挪进灯笼照不亮的地方 泪花站在昏蒙的夜色中 不想让他发现我被感动哭了 我急于说些话冲散温情的氛围 来不及过脑子 我脱口而出 那你不该把皇帝让给我当吗 李泽医将我打横抱起 你既想做皇帝 今夜便在书房 不好吧 我越说越小声 这可是你接见大臣 料理述物的地方 他笑而不语 在圈衣里落座 将我放在他腿上做好 面前摆了一落公文 我不自在地将他们推去桌边 免得待会儿阴尸弄皱了 李泽医却将他们揽回来 摆正摊开 又把猪笔放到我手中 接着 一丝不苟地教我披折子 俨然是古板老夫子上身 三更半夜 我喝歉连天 手腕抽筋 做出重要决定 正要退位 我一把笔放下 他就把笔塞回我手里 还握紧我捏笔的拳头 陛下肩负江山设计 岂可轻易言弃 我欲哭无泪 向后一样 靠在他肩上 李泽医很贴心 将奏折举在我面前 一晃眼 我瞧见上面立后的字眼 赶紧闭眼妆睡 我念给陛下听 还好我独嘴堵得及时 他没空顾及那折子 李泽医忙得不可开交 我很心疼 于是抛下他 独自带陶桃去山里游玩 倘若欲先知晓 纪送会买凶结走马车 我出门前 便绝不会因为嫌李泽医啰嗦 而拒绝 由他亲卫护送出行的提议 秦燕一家被流放三千里 纪家要幸运多了 只是被贬为庶人 赶出京城 架不住纪送不知足 阿元 我好想你和陶桃 我抱着女儿坐在大石头上 她跪坐在地 脑袋埋在我膝盖肩 肩膀一抖一抖的 也没发出明显的声响 不知是哭是笑 我毛骨悚然 赶快把陶桃红睡放在身后 我稍微一动 寄送蹭的抬头 宛若惊惊之鸟 她眼里的音质稍纵即逝 恢复成红眼睛的可怜鬼 用力握紧我的手 手指一根根挤进我指缝间 双手都同我食指向扣 寄送凑近我 直勾勾的盯着我 温声细语 阿元 你是我的妻 桃桃便是我的女儿 我们回家 好不好 她的眼中满部血丝 就像爬满丝网的红蜘蛛 我不禁浑身一击零 你在怕我 我寻着李泽一在人前的模样 强装镇定的反问 我不该怕你吗 寄送笑比哭还吓人 我自幼便钟情于你 至今也喜欢你 你不能怕我 我讥讽到 你觉得我是皇帝的女人 所以你对我廉价的爱 也因此水涨船高 变得昂贵起来了 寄送被我激怒 手上的力气 快要将我植骨夹碎 我继续往他心口上戳 对皇帝横刀夺爱 是不是让你得意极了 你不能污蔑我对你的爱 他一把将我拽起来 拖着我往前边的悬崖走 很好 就这样走 离石头上的小家伙 越远越好 啼哭声骤起 桃桃扑扑在石头上 蹬着小胖腿向前爬 这是他第一次学会爬 本应在柔软洁净的毛毯上 就求他 就看在你也曾是他阿爹的份上 别伤害他 桃桃兴许还没忘记寄送的怀抱 被他抱来时 不哭也不闹 乖巧地靠在他肩膀上 寄送有一瞬间的动容 但也只是一瞬间 他顿时目自欲裂 泪流不止 又是不甘又是痛苦 你知道吗 我爹在被赶出京城后 就投河自尽 我娘说他会好好陪我还乡 可他当夜就吊死在树上 我们是一家人 何该同甘共苦 哪有你和女儿活着享福 我和爹娘阴阳两个的道理 寄送胡乱抹去眼泪 把我拎起来 继续往悬崖去 我用尽全力要拽住他的步伐 他单手抓住桃桃后背的衣物 将他高举起来 做事要摔到地上去 我不敢再反抗 顺着寄送的来 他提着桃桃走 桃桃伸出小手 想勾地上的小黄花 咯咯笑个不停 婴孩的笑声清脆轻盈 寄送的步子却愈发沉重 我试探着说 你那样提着 久了桃桃会不舒服 不如你抱抱他吧 寄送停在原地 桃桃得以抓起一只小黄花 他重新把孩子抱在壁弯 垂眸凝望熬屋一口 就把花吃进嘴里的桃桃 落下两行泥网的泪 喃喃自语 你为什么不是我的女儿 趁他愣神 我小心扣动万间金串的机关 露出薄刃 一下割断麻绳 绳子落地发出轻响 寄送下意识朝地上看 我拔出银三次他脖梗 夺走桃桃就跑 惊慌中回头看 寄送捂住脖子 鲜血直从他指缝一出 我没能刺中要害 他飞快追来 阿元 我们一家五口要永远在一起 寄送伸长手臂要抓我胳膊 后背已能感受到 他指尖若有四无的触碰 我拼命向前跑 竟也能奋出心神 左右查看哪片草地更软 哪片的石子更少 胳膊被他结实一抓 我正要将桃桃抛出去 和寄送同归于尽 耳边突然搜的一声 利剑正中寄送眉心 穿脑而过 我手臂的桎梏顿时松开 他直挺挺倒地 扬起草扎灰尘 神思恍惚间 闪着荧光的骏马 从我身旁飞过 坚实的胸膛从背后贴住我 将我和桃桃抱紧 耳边异常快的心跳声 唤醒惊乱的神智 我半个字也说不出 只能呜呜地哭 李泽一没有什么劝慰的话语 结果桃桃单手抱好 另一只手按住我的后脑勺 有力的臂膀将我摁在他怀里 力道之大 似是要将我按进他鼓屑里 我哭得更大声 惹得桃桃也跟着哭 小嘴里的花朵 混着口水掉出来 转瞬让我破涕为笑 我捏捏他蜜桃一样 粉嘟嘟的肉脸 仰头告诉李泽一 我想通了 我们回宫吧 他的眼尾略有泛红 对我一看 稍微别开脸 听我同意进攻 他并未出现我预料中的欣慰 反倒促起眉 不慎赞同的样子 如若只是出于安全考虑 你无需做出如此让步 我会把琴 寄两家连根拔起 叫他们再无可乘之机 一回家派人手保护你和女儿 如果不是呢 他微微睁大眼睛 引有期待地看向我 我少时将一枪情思 尽数寄予寄送 而今却恨不能要他 涌墮阿比地狱 世事无常 人心一变 我不该将自己置于弱势 一辈子仰望你的怜爱 也许 先变心的人是我呢 我第一次在李泽一脸上 看见这样丰富的神情 四喜四怒 哭笑不得 无可奈何 委屈求全 还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嫉妒 我点脚亲了亲他下巴 他的面色稍有缓和 他双唇捏如两下 千言万语会去呈 既无奈又宠溺的一句话 罢了 回家吧 默了默 又道 你不会有变心的机会 变不变心令说 皇后之位不变就行 李泽一淡淡回了生恩 没走几步突然停下 低头很摇我脸蛋 这动作一看 就是平时和桃桃学的 不许变心 我直觉自己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 倒也不敢保证 便点了点头 李泽一以为我在敷衍他 神色虽是一如既往的从容淡定 语气却莫名有些小心翼翼 等桃桃满周岁 我便立他为皇太女 届时你地位稳固 便该全心爱我 不可再谈变心之事 我喜不自胜 想也不想便问 桃桃何时能登基 李泽一脸黑如碳 等我死了 我一正 赶紧扑进他怀中撒娇 夫君 你没了 我就随你一起去 不必 他语气和软 摸了摸我发顶 好似真的在考虑身后事 你做太后便好 是吧 我也觉得当太后好 李泽一手一顿 接着撒起一般柔乱我的头发 我扑吃笑出声 骗你的 我这人知足得很 做你一辈子的皇后就够了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